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吉祥符号的出现 虽然有好运藏于掌中 但还要看整体手相 才可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 那手相上出现哪些纹路 预示你一生富贵享福呢 今天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 一 美绿纹 在手掌中有不少三角形的手纹 而且都是偏斜呈横纹状的三角纹 这些倾斜的形状接近于三角形的手纹 就是美绿纹 如果出现在手掌中的对空空空或者耿空等区域 纹路清晰深刻象征着吉祥于富贵 掌中生有美绿纹的人通常加紧优越 一生物质生活富足 一世无忧 福泽深厚 很多方面都不需要自己操太多的心 所到之处自有人视为上帝 过得舒适自在 有一定的学习机会 见解非凡 长大能够有大的作为 飞黄腾达如果这种手纹刚好和其他手相特征相配 今生的成就就会远远超过父辈 也是光宗耀祖了 掌中生有美绿纹的人 一生贵人运很好 一生很容易遇到贵人帮助 而且多数是异性贵人 也就是说 命主很容易因为自己的爱人而获得好运 从而增加自己的财富收入 二 千金纹 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诗约线 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 超过了智慧线 但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 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签字 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 同时还乐善好施 是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首相 要想知道人的一生有多少富贵荣华可想 就要看此文 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 衣食无忧 生活英识 一般尽想荣华富贵 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 必能早年就发达 前程四季 家中财源滚滚富甲一方 正所谓人生苦欲问荣华 文欲千金执上家 是使少年人得此 前程富贵有人夸 需注意的是 脾气切不可暴躁 否则避毁前程 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 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 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 前途不可估量 一生一事无忧 生活英识 财运不断 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 但是既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脾气不好 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 如果能够改一下这个缺点 未来财运会更加旺盛 三 燕正文 燕正文顾名思义 就是像大燕群飞的队列一样 秋天来了 一群大燕往南飞 一会排成人子形 一会排成一子形 所以称之为燕正文 古书中对燕正文的图解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上图左中所示 可以清楚地看到 三条从生命线上 向上升起的并列线文 看起来很整齐又有技术 另外一种就是上图右中 在适越线的末端出现人子形 并列线文 也叫燕正文 相书中说 朝衙文类燕排行 一旦功名姓氏阳 出入皇都 为将将 归来代句虚乡 也就是说 燕正文形状 像许多大燕 并列在掌中央 人生有此文 能发达富贵 必可进入朝前 辅佐君主 深爱君主器重 唯以重任 名声远扬 在现代来看 如果你拥有此类首相的话 那也是不愁吃穿之相 生活富足 既能得到领导的赏识 还能获得升职加薪 唯以重任 做出一番大事业 场中生有燕正文的人 具有轻贵气质 心直人厚 清廉善心 在古代文官的手上 比较多见 燕正文其实表达的是一种 被追随被信任的概念 大都指名气 出现在手掌的不同位置 也都有不同的意义 或倾向的领域 比如很多优秀的作家 导师 思想家 科学家 艺术家 政治家 将军等等 但实际成功与否 并非一概而论 只是一种参考 也是古代量财而用 道德品格的一种见解 从手枕的角度来看 掌中出现验正文 与人的骨关节系统密切相关 通过无数的病例观察 在骨关节系统疾病里 这种掌纹很常见 比如颈椎病 腰椎病 关节病变 甚至于风湿类风湿等 都发现了验正文的踪迹 中国人出现验正文的比例 非常的高 经过更深一步的研究 发现此文的深层次内涵 应该与缺钙有关 也就是说 一旦有了验正文 就要考虑不钙 就要预防骨关节疾病 四 金花印文 手掌中有两个米字文 并排而立 视为金花印文 一左一右 或斜斜相对的不算作字文 有时说 文带金花印理深 此生富贵不纠品 男儿指日风侯相 女子他年国内人 拥有金花印文的人 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 尤其是享社会名气 受人尊敬 女子一主嫁入豪门 或嫁夫有贵气 金花印文是一种 十分少见的吉祥手相 这种手文不仅十分漂亮 还寓意无比吉祥 代表人的贵气 在古代 若是男人拥有 必然可以做大官 一灯龙门 身价百倍 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 上等人 若是出现在女子的手中 必然可以嫁入猴门 飞上之头当凤凰 成为金光闪耀的贵妇 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 这种手相的人 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就自己的事业 场中有金花朵般的纹理 男人有此闻可当大官 女人生此闻可成贵妇 不同部位的金花印文 意义不同 对于金商的人来说 如果在木星丘 或者水星丘 出现金花印文 于是其人财运很旺 财源滚滚 会将生意经营得很好 不过 由于其人经常关注 自己的生意或企业 精力都用到这方面 容易忽视健康 从而在身体上 会出现问题 对于正在上学的人来说 如果在明堂或太阳丘 出现金花印文 此人会将所有精力 都用在学习上 所以成绩一般都不错 而且会拥有很好的文采 才子敏捷 是写文章的好手 对于一心从政的人来说 如果在太阳丘 有金花印文 此人会很有魅力 能够大刀阔斧地 干一番事业 如果此文出现在 名堂不伟则不佳 遇事其人 可以会是个糊涂官员 生命线友上金花印文 是大富大贵之相 男儿官运横通 女子可以为官 有这样守闻的人 远离疾苦 而且伏被子孙 五 夫子眼 所谓夫子眼 就是在拇指第一直骨上 即大拇指内侧中间 那个关键上的截纹 不是一条线 而是两条或三条 分开成眼形状的纹路 夫子眼也称孔子眼 凤眼 出现在右手拇指上的夫子眼 夫子眼的纹路是闭合的 而且越像眼睛的人 越有福气 如果开口了 则不能算作夫子眼 手上的夫子眼代表 该人有疏远 天资聪慧 头脑聪明 且管理能力较强 也代表勇气 胆量 夫子眼大者 勇于冒险 从古至今一直有 有夫子眼者 必定是文取心下凡 再不济 也是能武文弄墨 文才匪人的 才子佳人的说法 若夫子眼完整且清晰 意味着其人身体状况良好 可能幼年时家境富裕 成年后能有一番事业 婚姻幸福 如果夫子眼的纹路 如果深强不一 文献中有段不完整 则表示判断力意志力稍有不足 若弧线比较平直 不对称或开口封闭不全 则代表身体状况差 容易早衰 有这种印记的女性 就会嫁给各个方面都优秀的男性 其有机会嫁入豪门中 如果是双手都有此类标记的话 那就会更加有利 即使没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也会使一生衣食无趣 另外也有人称 夫子眼是死在夫前的一枝花的说法 表示女人有此掌纹的话 会比自己的丈夫先去世 六元宝纹 元宝纹也就是事业线 财运线或者是杂纹 智慧线和生命线组成的封闭纹路 这是首相中的财库符号 是储存钱财的财库 也代表着大财运 有这样掌纹的人一生不愁钱财 元宝形状越大则财富越多 当然还得加上手型端正 得体 长色红润 三线深长 无杂纹干扰 长上无特别不利的手纹 这样才更能将元宝纹的财气激发出来 使命主在事业上得财丰厚 钱财不断 财运横通 房产良田都不缺 假如女性手掌中有元宝纹 不只是身材气好 并且还会给老公带来好运 便是咱们常说的望夫 望老公的事业运和财运 他本身机遇掌握得好 容易成为富太太 并不是你拥有好的掌纹就一定会怎么样 同样要脚踏实地的努力 好的掌纹只是可能 意味着你拥有某种素质或者机遇 比别人更多一点先天性的优势而已 人的手下无时无刻都在变化 你的思想和行为无时无刻 不再雕琢你掌纹并留下痕迹 所以努力充实改变自己才是上策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